為了要給民眾享受高品質地霸的產品 台南市動物的工業保護處是 持續推動協物料營業福島還有藥物殘留的檢測 今年總共是投檢4403項目的 這營業的檢測都是合格 也都沒有檢驗出其他檢驗的歡迎 未來的董博處也持續為社會者的食品安全來做罰款 為了較少民眾的食品安全 董博處在所罰罰地霸用藥的檢驗 透過採集地匯和無法的善言 若是監視處有藥的歡迎 將會派林園陳往町中檢測 在受對中後受的狀況 為了要保護市民朋友十分安全的環境 所以我們台南市政府非常重視 豬肉的安全性 所以都有結構在付出我們的養豬 要用藥的觀念要落實 而且我們都有定期做藥物的殘留的檢驗 檢驗的方式是怎樣的 我們會去修部長去修復 或是替地摩 或是去巴邊市長去採檢 現在檢驗就有用性的範圍 我們會去對中看它是怎樣的 而且也會把移動管制 一直要說到它檢驗都合計後才可以讓它採檢 當時市長的中央三地 市長的協定 市長的協定當市政府嚴格檢驗 讓它這裡有最好名的地數 也讓消費者吃得安心 我們台南市的養豬頭數 差不多五十八萬頭 在我們六都裡面 我們台南市是第一次的 所以對我們農業協和公監 公監處的這邊 對我們養豬的品質 特別要求特別嚴格 特別認真 來入行政府所做的一切 規定的一切 剛才我們負責說的 嚴肥創的種種 所以我們現在養豬業者 本身也很有這個 這個方面的豬食豬 知道要怎麼讓消費者吃到 更健康的豬肉 這是我們必須要真正的職業 公監處賣這支負責農民 改善市場的環境 作為公監處的安全 讓它測試 感謝公監處的需求 提升豬肉的品質 記者專會郭伯義 市政府財宏報道